山林中的吊桥突然飘出阵阵白烟 二次复燃让大家绷紧神经不敢大意 因为天还没亮桥上就出现火光 木造吊桥桥面烧出了一个大洞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0号清晨4点多 民众在新竹恒山乡内湾吊桥附近运动 看到桥上冒出火光 觉得不对劲赶快报案 消防队到场进击洒水把火势扑灭 预估大概一坪多的面积 我们现在已经通知我们的乡公所 争取最快的时间内来修复 内湾吊桥是知名景点 村长说现在烧出一坪多的大洞 破坏了整体景观跟安全 会赶快请乡公所修闪 封锁吊桥两侧防止民众接近 起火原因由消防局进行火调 本所积极钓越内湾吊桥 周边监视器已厘清起火原因 大清早吊桥突然起火 民众怀疑是有人故意纵火 是不是人为火调客人员调查当中 内湾吊桥短时间内无法开放 游客只能远观 TVBS新闻 陈世民 黄凯敬新竹采访报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